被誉为全球三大宗教盛世之一的大甲镇兰公妈祖赵敬近乡活动 即将在21号深夜起假 而今年因为疫情趋缓停办三年的起假宴 也终于在18号晚间来恢复举办 而庙方今年是洗开了1100多桌 要来宴请参与赵敬的公庙跟工作人员 场面相当盛大 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学生们带来一系列精彩演出 炒热现场气氛 受到疫情影响停办三年的大甲妈骑假夜 18号晚间在大甲体育场举办 正兰公今年洗开1100多桌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与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也受邀出席 场面相当盛大 今天大家爱骂走干杯啊 干杯 过去 台甲妈去到高雲林到塞雷 我专门就祝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跪到地上 欢迎我们台甲妈 所以对我们台甲妈来说 台甲妈出事是很重要 这年后的宗教文化活动 大家都要来支持 大家都要来参加 疫情是没办法 大家都是这样全世界 这个疫情过了 可以大家都很欢迎 可以办到这个大型的活动 可以带着我们台湾整个经济 大家可以更好 根据传统习俗 在大甲妈绕镜前夕 都会举办起假宴 来宴请参与绕镜的宫庙 地方人士及工作人员等 由于今年规模更胜以往 因此这次庙方也特别请来十多位宗宝塞 负负责出彩 而镇兰宫董事长颜清彪虽然身体不适 但为了这场起假宴 他也特地向医院告假来参加 把我们的虞丐 把我们的麻糬之光 所有的费用 我们的官员三千万 给卫福部 和我们中央指挥中心 所以说我们麻糬是资兵的 今年如果疫情单纯的威蕾 我们今年一定比赢更多 麻糬没有精神的不怕人吃 越吃越好你搞定吗 妙方也表示起假宴后 所有参与绕镜静香的人都必须辱宿 直到祝寿大典结束后才能开婚 而千桌起假宴 也为21号深夜登场的 大甲妈祖绕镜静香活动揭开序幕 记者陈波汉台中采访报导